8月17号,慕尼黑欧锦赛继续进行 在万众瞩目的女子一板米飞人大战中 未免冠军阿什·史密斯因为伤病的困扰 未发力跑完全程 冠军属于来自德国的吉纳·卢肯坎佩尔 他的成绩是10秒984 以0.005秒的微弱优势夺冠 比赛戏剧性十足 女子一板米决赛开始之后 旗袍阶段吉纳·卢肯坎佩尔只排名第六 甚至主要的镜头都没有对准他 不过随后吉纳·卢肯坎佩尔 依靠着后城的冲刺能力强势爆发 冲线的瞬间 除了吉纳·卢肯坎佩尔之外 还有坎邦德吉和内塔 赛人同时撞线 赛后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夺冠 现场的数据出炉 吉纳·卢肯坎佩尔夺得冠军 当时镜头压根就没有给到他 直到自己夺得冠军之后 吉纳·卢肯坎佩尔直接跪地 洗击而起 同时他的身上也被披上了德国国旗 值得一提的是 在撞线的瞬间 吉纳·卢肯坎佩尔 坎邦德吉和内塔分不出 数据显示 吉纳·卢肯坎佩尔的成绩定格在10秒984 吉纳领先坎邦德吉10秒989 0.005秒的优势惊险夺冠 季军属于内塔 他的成绩是11秒00 距离冠军真的是一步之遥 吉纳·卢肯坎佩尔夺冠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 也爆出了本届欧锦赛的一大冷门 赛前吉纳·卢肯坎佩尔并不是被看好的一个 但他的发挥足够出色 后城爆发 肉眼可见的追赶同时反超了所有人 这位1996年出身的女将 此前并未在奥运会市井赛 或者欧锦赛这样的大赛中夺得过冠军 前段时间的俄勒冈田径市井赛 吉纳·卢肯坎佩尔获得女子4成100米接力铜牌 个人层面 他曾经在2018年获得过柏林欧洲田径锦标赛的铜牌 其他的荣誉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吉利项目 最后也恭喜吉纳·卢肯坎佩尔 他用自己出色的发挥夺得冠军 也希望席位26的女飞人可以加油 争取在两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也取得好成绩 另外在8月17号凌晨 结束了最受关注的一个项目的争夺 新科奥运会男子100米冠军 意大利名将雅各布斯 以9秒95夺冠 再度捍卫了欧洲当今第一飞人的荣誉 这场比赛也是亚各布斯本赛季的最后一战 下个月他将正式赢取 为自己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女友 尼可达扎 亚各布斯是奥运男子白米舞台上的一匹超级黑马 去年夏天他在东京奥运会上 以9秒80意外夺走男子100米金牌 这是后博尔特时代的第一位奥运男子白米冠军 换句话说 雅各布斯的横空出世 让美国军团连续17年无法染指这枚最重要的奥运田径金牌 去年奥运会夺冠之后 成绩进步太突然的雅各布斯 自然受到各界的过分关注 本赛季他先在年初的贝尔格莱德室内世锦赛上 以0.003秒绝杀科尔曼 以6秒41获得室内世锦赛60米冠军 今年夏天的尤金世锦赛 有伤的雅各布斯 预赛跑出10秒04 随后在半决赛前宣布退赛 今天的欧洲锦标赛 他以9秒95多冠 算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整个2022赛季 今天欧锦赛的半决赛 雅各布斯就以10秒00轻松获得小组第一 最后2030米明显看得出他在有意减速 随后的100米决赛 途中跑取得巨大优势的雅各布斯 临到终点线 也是同样有减速动作 不知道是身体不适还是故意为之 如果按照雅各布斯目前的状态 估计很难跑进9秒90大馆 作为新科奥运百米冠军 去年年底 雅各布斯也公开对媒体许了很多愿 其中包括要跑200米 百米要打开9秒80 贝尔格莱德室内试景赛 以及尤金试景赛 以及慕尼黑欧景赛要全部夺冠 目前来看 雅各布斯没能在美国的试景赛上 完成自己的目标 9秒80也遥不可及 今年由金试景赛冠军 科尔利的夺冠成绩是9秒86 以雅各布斯的理论动态状态来看 目前是很难拥有9秒90以内实力的 今年9月 他将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 已相处多年的女友 尼可达扎大婚 不知道2023赛季 雅各布斯能有什么样的状态 能否再度跑出9秒90以内的成绩 再次挑战自己保持的9秒80的欧洲百米记录 男子跳远上 试景赛被王家男爵杀的希腊名将腾托格罗 本次欧景赛上已8米52夺冠 创造该项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并且打破欧景赛赛事记录 瑞典选手蒙特勒8米06获得亚军 法国选手伯梅里8米06获得第三 试景赛上王家男凭借第六条的8米36逆转夺冠 当时前五条腾托格罗8米32领先 在看到王家男的成绩之后 腾托格罗有点崩 最后一条没能再超越 但总体来说 腾托格罗今年整体战绩 还是配得上世界第一的荣誉 去年他跳出过8米60 东京奥运会夺冠成绩8米41 这次欧景赛夺冠成绩达到8米52 这两年已经九次突破8米30大关 1998年出生的腾托格罗 是王家男在明年世锦赛上 需要提防的头号强 是王家男人的遗免 设的